一遇无法再问下去 扯动嘴角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哦 我也就是一时好奇才会有此疑问 想来也不大可能的 卢志画风一转 你在国子间能待上几年 无缘一笔虽不是每次都能被选入 但累积够三块木刻未尝不可 就是靠着书艺每年拿下一块就够了 木刻的传言既然能流出来 必是有几分真切 你若想日后不受委屈 那就给我用点心 我心里清楚的 大哥放心 女官之位所附带的权力 对皇室子孙八成是没用的 那李太为什么要花费精力 帮他拿到木刻 一遇心中一顿 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 垂下头去掩饰脸上的表情 在他垂手之际 一直不动声色地注意着他神态的炉质 危险地眯起了眼睛 回到归艺房的宅子 刚到午时 有半个多时辰才到吃午饭的时候 兄妹俩进到了炉室的房间 就见小满坐在厅子里打哈欠 见到他们忙站起身来 低声道 少爷小姐回来了 夫人在屋子里头休息呢 一遇见他疲乏的样子便道 小满 过几日清闲了就让人将你送回去 年底你的婚事就要办了 眼下将你留在身边也不是个事 他早上还听卢氏提过 两人昨日到西市去逛 小满买了些针线回来做活 连夜都不曾睡个好觉 婚期将近 总要尽快回龙泉镇才是 小满连忙摇头 不打紧 我出门前都跟舅舅和李大哥说好了 等下个月再回去也无妨 夫人出门在外 身边没个使唤惯的 怎么能行 届时接了晨取来就可以了 我们也不能总是待在长安的 等新宅子建好了就回去 这结果眼上 让你和你李大哥分开 肯定有人要在背后埋怨我了 小满脸蛋一红 说是去沏茶 跑了出去 一遇望着他的背影 嘴上无声地嘀咕着 被卢志看到 问 你说什么 没事 大哥去忙吧 我进去看看娘 嘿嘿 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小姑娘 这就要嫁做人妇了 卢志出去后 一遇掀起了李卧的门帘 捏手捏脚地进到屋去 来到床边 看着卢氏安静的睡颜 心头一软 轻轻地将外衣解下 放在了床尾的小凳子上 蹲在一边的火盆旁 将手和身上烤暖和一些 才解开头上的拆迹 让头发劈散开来 转身走到床前 掀开了被子一角 吃溜一下钻了进去 卢氏正迷糊地睡着 虎爵一团肉糊糊的小东西喂上来 缓缓地睁开眼睛 一遇的小脑袋就挨在他肩上 白嫩的小脸贴着些许柔软的发丝 两只低溜溜的黑眼珠子转悠着 他一时怜爱 伸过胳膊将自家的闺女搂住 缓声道 几时了 何时该吃午饭了 过午时了娘 我再陪您睡会儿好不好 娘俩好久都没能躺在一处 卢氏稍作犹豫便硬下 又往窗里面挪了挪 给他空出大些地方 一羽埋头在卢氏身上蹭了蹭 娘亲的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只有孩子才能嗅到的暖香 不管是什么委屈还是不安 都能在这香气中消失殆尽 卢氏被他蹭了几下便没了睡意 一手被他枕在井后 另一只手绕过去 五指顺着他散乱的头发 前日人多 好些话没与你说 玉儿 娘真觉得 能有你和哥哥们这样的好孩儿 这辈子就足够了 不管前半生是如何的轰轰烈烈过 浓情蜜意过 只有此刻儿女绕息的这份宁静 对她来说才是最真切且珍惜的 一羽将手搂在卢氏的腰间 软声道 那是有娘亲在 我们才能好好的 你看别家的孩儿 哪有我们兄妹乖巧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好的娘亲 这时将他们兄妹三人一手拉扯大 从饭来张口依来身手的小姐贵妇 到种田物浓刺绣女红 一立一素 以针一线 将他们扬大的母亲 那些被隐藏的王室越是清晰 她对卢氏就越是心疼和敬佩 也许这一切的起因只是阴谋和算计 可卢氏对他们三兄妹的养育之恩 却是真真切切 永远不会改变的 她甚至有些庆幸 若卢氏当年没有因误会和伤害 已然离开那团纷争 那她到来时面对的会是什么 勾心斗角的内宅思斗 外亲李叔的兄妹父母 她有些坏心 却护短无比的大哥 她憨憨傻傻 却性格纯良的二哥 她性子直板 却坚强温柔的娘亲 这亲密又温暖的一家子 恐怕都是空梦而已 卢氏四是想起什么 脸上带着些自得 娘亲的教养自然是好的 你外婆 她声音一低 应是想到身在长安 却不能相见的卢老夫人 眼神暗了暗 但为不让一遇担心 很快又借着笑道 那日你赢了比试 你云衣一时高兴 说话就大声了些 那些妇人们 得知你大哥和你是兄妹 且都是娘亲所出之后 模样可真叫好笑 若不是你云衣挡着 娘差点就被他们围了起来 个个都在打听娘 是怎么教养的 看着卢氏脸上 焕发的笑容 一遇这两天来 头一次因着得了块 七斤的石心木头 而感到心悸和满足 讲完了开心的事 卢氏忽然叹了口气 将他搂紧了一些 按在怀中 月儿 娘不想提那些 不高兴的事 你大哥还特意嘱咐过我 可 可我一想起 那日你孤零零地站在楼下 被别人欺负 被泼墨 被辱骂 被责难 娘想起来心头就是气 就难受得紧 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娘却不能帮你出头 娘 娘真没用 一遇被他紧按在怀里 看不清他神情 可听他说到最后 这一改方才的轻松 语调就哽咽了起来 心一疼 连忙回报住他 女儿才不委屈 你没看到那些欺负我的 最后都是个什么下场 可不仅仅是被取消了 彼氏名额那么简单的 日后有的被人嘲笑呢 娘无需帮我出头 你女儿脑子可好使得很 嘴巴又厉害 谁能赚到我半点便宜了 吃不了 让他兜着走 卢氏听着胸前脆声声的嗓音 带着些自得和骄傲的语调 被他最后孩子气得两声哼哼 逗得破体微笑 松了手臂 食指在他额发分散的脑门上轻点着 嘴巴厉害还是好事不成 王好了说那是伶牙利齿 说难听点就是牙尖嘴利 以后莫要再拿这个出来说嘴 还自得呢 小心日后连个婆家都找不着 一欲晃着脑袋躲避他的手指 心中一动 问道 娘 您说女儿日后 选个什么样的人家才好 卢氏一叶 怜气带笑地干脆掐了一把他的脸蛋 你就不知道害臊 一欲咧嘴一笑 我不害臊 娘与我说什么 卢氏见他脸皮厚的样子 瞪他一眼后 竟是认真地想了起来 然后才缓缓道 这南方要是个老实的 本分的 心眼实在最重要 可不能是个花花肠子 家里人都要好相处 门第不要太高的 也不能太低的 比你大上一两岁便可 嗯 还有 卢氏一条条地说着 一欲的眼皮子就开始跳起来 嘴角也有些轻抽的迹象 貌似他眼下喜欢的人 和他娘所描述的 是八杆子打不着 半点边也挨不上啊 当然 你自己也要忠意才行 卢氏轻柔着刚才他脸上 被自己掐过的地方 做了个总结 嗯 一欲将脸贴在了他手上 使劲硬了一下 卢氏看着他乖巧的样子 想到自己的婚姻 暗叹了一声 他便是选错了 认错了 这半辈子才搭进去 这孩子还小 哄哄他也就够了 真到时候要选 那必是要寻个 绝对放心的人家嫁过去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他自己吃过的苦 不能让他再瘦半点了 就在母女俩二人 窝在床上闲谈的时候 长安城却见有一股流言 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 吃完午饭 一家三口坐在客厅里 卢氏在边上看着 卢氏同一欲对弈的议局后 便送他离开 驾马的车夫胡三被派去做事 卢氏步行 送一欲朝归义房的门口走去 卢氏他们住的宅子 是在房的西北角 一欲知道 密宅的大致方向是在东北角 但每次回去 还是约好了时间 在房门口 让密宅的马车将他载走 路上来往的行人不算多 两兄妹靠着路边走 低声说着话 他一直都是那般与你下棋的 卢智所指是魏王 方才在宅中同一欲下了一局 尽管早就知道 有魏王的指点不会出什么岔子 但看见他进步的程度 还是难免惊讶 面子上却只是简单夸了他两句 嗯 每晚都要对上几局的 大哥 我这也算是有名师指点了 依你看明日的奇异比试 我该不会得了最差吧 一欲脸上笑着 心里却没多大敌 这话他也问过李太几次 每次对方都只是淡淡地将他瞄上一眼 却不肯给个确信 让他每次同他下棋的时候 都是老老实实地盯着棋盘看 美盘结束后还要花上不短的时间去回想 卢智听出他话里面的心虚 他才认真学棋没多久 可惜从来都没有赢过 想着要对上国子监 那些自幼数棋子玩的 不心虚才怪呢 但是他对异的不是李太便是他 怎么能区分出什么好赖来 且李太教他那法子 实在是应了对症下药四个字 卢智很清楚 他对上其路灵活的肯定是吃亏 但学里下棋死板的大有人在 因此他是绝对有赢面在的 兴许像今日的比试一样 能让你这瞎猫再碰上只死耗子 虽清楚 不出意外 他棋意是不会垫底 但这会儿说出来 未免会抬高了李太 若非是要依着他 让一玉能在五院一笔当中顺当一些 他怕是早就让阿生 学了那老十字的按摩手法 把人给接回来住了 一玉依旧是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不过 他看着卢智气定神贤的样子 就能猜到 应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他可没忘了 李太在提出教他设其两意之时 曾亲口说过 不会让他做垫底的 那样的人 怎么会空口说白话 卢智提到今天上午的比试 让他又想起了一件事来 李太此时想必已经知道了 越以比试的结果 不知会是什么反应 不论他是生气也好 失望也罢 作为匿名泄提给他的人 他是不会在他面前表露情绪的 这样一来 他便无从得知 他想帮他赢了比试 究竟是何缘故 仅仅是单纯地报答他 帮他解读 还是为了木克 卢智所说关于木克的传言 那女士一律对皇室 并没有什么约束力 若李太是为了后者 他得不得木克 又与他合干 一遇回到秘宅中 在花厅见到阿生正在给银箫喂食 这大鸟在进食的时候 不像寻常的雄琴猛兽那样 不让人靠近 见到他走在身边 他将嘴里的东西咽下 仰起脖子 轻叫了两声 和他打过招呼后 继续埋头酣吃 阿生将搅拌的大木池 往饭盆里一丢 站起来对仪遇到 小姐 主子说了 你若回来就去书房见他 一遇还没想好如何面对李太 正要回小楼的西屋去整理下思绪 被阿生拦了道 只能硬下 在花厅里面磨蹭了一会儿 走到了书房门口时候 调整过面部表情 才掀起了帘子走进去 屋里比外面要暖和得多 李太就坐在软榻边的 驼色绒毯上 一进门就能看见 不负在外时候的严谨 他穿着一身舒适的 青白色棉袍 半靠在叠放的软垫上 长袍覆盖下的修床双腿 一直曲起 左肘割于膝上 他的右手边 是一只精致的雕花茶案 上面放着的不是茶盏 而是一只成久的铜壶 李太今日并未书惯 黑发在脑后晚成丹剂 一根长长的玉簪从旁露出 这般闲懒的模样 似乎更衬那一对妖野的童子 让人望而失神 免疫力正在不断增长的疑欲 仅是愣住了一瞬间 面上便恢复了常态 殿下 前称可免 可该有的尊敬 它是不会少的 解读已有二十余日 照你先前所说 还须十日 我便可摆脱梦魇 李太清晃着右手中的酒杯 张口便问道 一欲周身的空气 似乎滞留了一瞬 听着他因饮酒而变得浑厚的嗓音 问出的却是这么一个鲜少被提及的话题 他垂下头轻声答道 是 是 是 仿若是炎一欲的凶门质感不够浓重 他先是提及了解读之日将近 又说到曾经许下他的报酬 竟像是要与他划清界限一般 在进屋之前 他还在担心着他对月意鄙视结果的反应 怎知他会突然说这些 我记得 他当然记得了 他帮他解读的原因之一 不就是为了这点报酬吗 李太只在他进屋后看过他一眼 之后便将目光停留在了他戴着宝石戒指的左手上 那这时日 你就好好想一想 有什么想要的 想做的 时日之后 告诉我 一欲小脸一崩 刚才还在凶闷的他 心中顿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来 这还真就当紧要划清界限了 有这么迫不及待的吗 昨晚不还好好的 殿下 他抿了下嘴唇后 突然朝前走了几步 在离毯子边缘还有两步时候停下 抬起头看着他 听您的口气 四十日之后 我若想不到要求些什么 您允我那件事 就打算不做数了不成 什么时日不时日的 他承认自己当时是想借着这棵大树好乘凉 可他现在 就算他现在依然是这么想吧 可要是树都跑了 乘哪儿乘凉去 眼下他还真没什么好求他的 那个许诺若是硬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 会变成怎样 就当他是有些无赖好了 明白自己的心意 还没想好是舍是留 却不愿同他划清界限 余光中多了半边墨灰色的裙脚 听着他清清亮亮的一句问话 李台淡着面孔抬起头道 我答应过的事少有反悔 这少有反悔 听起来比从不反悔 更让人信服 一遇的心情稍松 乌黑的眼瞳对上他的 继续道 那等我哪日想到了 再向您求得 李台答应他的这一件事 肯定是不能提出太过分的要求 但哪怕这个要求 只是要一个铜钱 在没想好该怎么对待 这份感情之前 他怕是不会去求这一诺的 等哪日 李台眼睫轻轻抖动了一下 喊手后滴滴的嗓音 消失在了酒杯边 一遇没听到他的低语 见他点头 心中的火气消去了不少 不像刚进门时候的拘紧 将高慢小鞋蹭掉 练起裙摆 踏在厚实的毯子上 在雕花小岸的另一边坐下 探身去拿过 上面放置的棚头酒壶 跪坐起来 稍稍地前倾 递向他 雪鞋